距今已过去了一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一年。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封锁状态以阻止冠状病毒的传播,而世界经济停滞不前,并在潜在的萧条中徘徊。并不是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与该病毒有关,因为上周发生了极其可怕的事件,而并不是那么可怕。 当然,如今这些病毒确实感染了大多数新闻报道,但随着大流行的继续,世界以一种或多种方式继续生存。 10、辛斯科舍省横冲直撞,22人死亡周日,一名伪装成警察的男子在辛斯科舍省横冲直撞超过12个小时。 暴力恒行遍及全省,从一个单一的社区蔓延,似乎是随机选择受害者。 枪手还伪装了自己的车辆,类似于由加拿大皇家骑警驾驶的车辆,受害者包括一名警官。 1、这场暴行是北美国家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枪击事件。 不久之后,整个加拿大就呼吁制定更严格的枪击法律。 这是自1989年蒙特利尔高等理工学院枪击案以来,最大的一次枪击案。 14日看到了对加拿大严格的枪支管制法律的全面改革。 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表示新的枪,击案可能会出台新的规定,枪击案造成22名受害者死亡,枪手也被杀死。 没有发现这种无意义的袭击的动机,这种袭击始于周六的223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中午。 这次大屠杀在温特沃斯、德伯特、舒贝纳卡迪、米尔福德河、恩菲尔德等社区留下了尸体,这也是警察开枪杀死枪手的地方。 9、加大公司让小型企业贷款基金在两周内枯竭美国政府,最近通过了COVID-19刺激计划,其中包括3490亿美元的小企业贷款资金。 3、这笔钱本来是为了帮。 助小型企业继续付款给员工,同时又不让账单搁浅,但是不到两周,该计划在,上周四就没有钱了。 到星期一,事情变得很清楚了,这不是大量小企业的结果。 原来,一些旅馆和饭店连锁店都申请了钱,并收到了钱,使许多小企业主一无所有。 从该计划中获利的一些公司包括Shikshik、Port Belly和Rooster Christ,Eckhouse以及Rooster酒店集团的另一子公司。 该公司从该基金中获得了2000万美元,而Shikshik是法获得了一半。 自有消息传出,其中一些已公开上市的大型企业将资金枯竭后,他们将贷款还清了。 Shikshik几乎立即就这样做了,在不断拖延战术之后,国会最终将通过立法,将这笔资金再增加3100亿美元,以确保这笔钱真正用于需要它的企业。 8.宠物猫对COVID-19感染不免疫关于COVID-19的性质,以及其确切来源仍然知之甚少,但已知它是一种人畜共患病毒,这意味,这它可以从动物跳到人类反之亦然。 它可能来自武汉食品市场中的穿山甲,但事实证明它可以从人的宿主跳到宠物猫。 正如周三在纽约市发生的另外两起病例所证实的那样。 这两个病例是美国首例以致COVID-19呈阳性的宠物,尽管它们患有轻度呼吸道疾病有望康复。 第一只接受测试的猫,在开始表现出轻微的呼吸道感染后被受医诊断。 屋子里没有人被证实是携带者,所以不知道猫是如何与病毒接触的。 尽管同一家庭中的另一只猫仍未受到感染,但第二只猫在整个城市的测试结果均为阳性。 六,这一新发现并未得出结论,即猫一旦被感染,就可以将病毒传播给人类。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因为猫在纽约市的许多地方仓库的奔跑,并且有可能成为传染媒介疾病。 七,其抗议活动爆发冠状病毒庇护所,随着美国各地各种待在家命令的感染人数开始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在抗议这些命令。 在全国各地,人们离开家园要求州政府允许他们重返工作岗位。 尽管其中一些人戴着口罩并遵守了社会,疏远准则,但更多的人没有遵循该准则。 在这种情况发生时,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表示支持抗议者,呼吁解放密歇根州、弗吉尼亚州和明尼苏达州。 随着紧张局势继续上升,一个媒体出口的紧张局势上升,是其一边人的美国。 又一团体在德克萨斯州、印第安纳州、新罕布什尔州、内华达州、马里兰州、犹他州、威斯康辛州、华盛顿州和科罗拉多州组织了集会。 虽然没有任何事情能达到武装起义的水平,但州政府对居留指导的蔑视却增加了增加COVID-19传播的风险。 引用德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Denpatrick的话说提到该国经济,比生存还重要的事情要比生存更重要。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先前关于健康威胁经济稳定的评论。 6、交易扩大了内塔尼亚湖的统治,因为竞争对手接受了以色列统一政府周一。 本杰明内塔尼亚湖与他的政治竞争对手达成协议,以色列的政治动荡可能即将结束。 陷入困境的总理和他的竞争对手本尼甘茨Benny Gans,之间达成了协议。 两人弃心协力打击的COVID-19的传播。 以色列陷入政治困境已有一年多,导致三场选举未能成立政府。 新协议使内塔尼亚湖一职担任总理,任期至2021年,届时他将辞职转而支持甘茨。 甘茨曾是内塔尼亚湖的挑战者,但建立统一政府的协议消除了长达一年的政治僵局,尽管批评家们迅速指出了此举给陷入困境的总理带来的好处。 内塔尼亚湖一直是检察官的目标,意图是将他从腐败指控中免职。 他将有能力从担任现任总理的职位上进行打击。 9、甘茨认为,鉴于公共卫生、危机,这是他们唯一可以采取的负责任的举动。 他在推特上说,我们阻止了第四次选举。 我们将维护民主。 我们将与冠状病毒做斗争,并照顾所有以色列公民。 十次阿易和平常识。 5、石油市场完全崩溃到负面地区周一市石油交易世界中历史性的一天。 原油价格跌至每桶0美元,然后继续下跌至每桶37.63美元。 这是自1983年纽约商品交易所,Namex,开通原油期货交易以来的最低原油价格。 价格下跌是由于大量,抛售所致。 当时客户由于无处可放而停止购买石油。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由于社交距离而停止活动并由于COVID-19的普及, 而停留在家庭订单中,全世界的存储位置几乎已被填满。 上周在5月和6月,将石油产量每天削减970万桶的协议可能, 是该组织曾经同意的最大削减幅度但与总产量相比日市每桶的下降。 此举完全没有帮助石油期货交易,因为对能源的需求持续下降。 特朗普总统下令战略石油储备,自己投入多达7500万桶以期弥补贸易赤字。 由于每桶的成本为负,买家将获得从生产者手中拿走货物的报酬而不是反过来。 11.4 向未经证实的研究发现抢氯奎没有益处世界各地的医疗团队, 已经在测试抢氯奎作为一种能够帮助患有COVID-19的患者的药物的有效性。 但是周二发布的,一项研究与迄今为止的所有数据相矛盾, 指出该药物不仅没有提供,任何益处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也造成了更大的危害。 该研究是根据对退伍军人医疗图表的审查而完成的,已发布在MDRXIV.org上, 尚未经过同行评审或发表在《医学期刊》上, 该类型的审查和正式发布将在稍后发布并且目前正在进行其他研究, 以确定该药物在治疗COVID-19感染患者中的有效性。 该研究对368名患者进行了分析, 其中97名患者在服药后死亡率为27.8%,而158名患者的死亡率为11.4%, 仅使用抢绿奎治疗的患者发现总死亡率增加。 这些发现凸显了,在广泛采用这些药物之前等待正在进行的前瞻性随机, 对照研究结果的重要性。 这项研究是由南卡罗兰纳州哥伦比亚, VA卫生保健系统南卡罗兰纳大, 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的。 3、金正恩的健康可能出了点问题有传言说, 朝鲜民主主义零共和国领导人金正恩病重。 尽管长期以来, 关于领导人健康和地位的信息被列为传统秘密国家的最高机密等级。 新闻,或更确切地说, 有关流氓国家领导人的消息稀少, 在有报道称他于4月12日接受了未指定的心血管手术后, 这种情况开始蔓延。 他错过了他的祖父朝鲜父亲的年度庆祝活动, 这种庆祝活动使人们相信, 在领导人的照料中可能出了一些问题。 周二,由于有关他的病情的谣言继续在网上传播, 特朗普总统对此事发表了评论。 嗯,这些都是出来的报告,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我和他有很好的关系。 我祝他一切都好。 因为如果他处于报告所说的那种状况中, 那是非常严重的状况。 如果其他人处于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与朝鲜开战。 而且我们没有交战。 而且我们与朝鲜的战争还遥不可及。 二,伊朗成功发射了第一枚军事卫星星期三, 伊朗发射了第一颗军用卫星, 美国太空总属于4.03分秒明觉确认。 第18空间控制,中队在推特上说, 他正在追踪两个物体, LU-201,卫星和将其带入稳定轨道的火箭弹。 伊朗队在伊朗国家电视台, 取得的成功并没有保持沉默。 报道说,伊朗第一枚军事卫星努尔今天上午从伊朗中部发射, 分两个阶段进行。 发射,成功,卫星到达轨道。 据革命卫队说, 这颗卫星被放置在地球表面上方264英里处。 该革命卫队负责从伊朗中央沙漠发射两阶段卫星。 大约在发射消息, 开始在网上巡回发动的同时,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说, 他命令美国海军必须击落并摧毁任何和所有伊朗的炮舰, 如果他们在海上骚扰了我们的船只。 目前尚不清楚这两个事件是否相关, 尽管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最近一直在上。 1、世界卫生组织不支持的YouTube检查视频周三在接受CNN采访时, 17、YouTube的首席执行官Susun Wochewski描述了网站政策的变化, 这将导致删除所有形式的视频。 具体来说, 他描述了医学上没有根据的任何内容并举例说明人们声称服用维生素C或将黄作为COVID-19的可能疗法已被删除。 他还说, 世界卫生组织有关该病毒的建议中未备份的任何信息都将从平台上删除。 无庸置疑考虑到谷歌在支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支持方面早已步履蹒跚这与中国政府在世界卫生组织中的影响有关。 如果YouTube违反了网站的社区准则,则会定期从网站中删除视频。 这种做法以因新的政策更改而进入了超速驾驶状态, 以确保可能违背Google观点的信息不会进入或保留在该网站上。 他提供的罪, 禁删除的视频的另一个例子, 是那些声称新的5G细胞塔, 正在传播病毒的视频。 Worchesky女士没有详细说明根据新政策变更删除的视频数量, 但他确实承认, 实施变更的速度比过去快得多, 这归因于持续的大流行。